好奇寶寶 一隻接著一隻 娜娜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梁 看肉肉啦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黃金萬年草 你看現在長得更密實了 背盆雖然有點高低不平 但是也都是密密麻麻 黃金萬年草這個季節真的長得非常好 你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 充足的水分 它就會長得非常好 這樣是不是很好看 而且你看超膩食的 黃金萬年草 這全部都是從一個小三寸 繁殖成這麼多 如果你有一片土地 你只要買一個小三寸 一年 它就可以變成一整片黃金萬年草 閃閃發亮 好棒喔 再來給你們看看我的晚葉雞秋莉 你看看 灰鳥灼的地方 大部分都復原了 其實不應該說復原 應該說它都自己萎縮掉了 這個是我種的第三盆 你看看陽光曬得好 它就粉紅粉紅的 好肥好圓 這是第三盆 晚葉雞秋莉 再來給你們看看 這是我的最大盆的 晚葉雞秋莉 它被小鳥灼的地方 也都自己消耗掉了 還有一些些微的傷口 時間會沖淡一切 看 在陽光下有一點點粉紅 是不是很好看呢 這是我的晚葉雞秋莉特大盆 我好有成就感喔 我真的很喜歡 滿滿滿的感覺 這個感覺真的很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 就是這一顆 非常非常漂亮的多肉植物 你們有一樣嗎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很像一朵漂亮的玫瑰花 是的 它就是法蘭西玫瑰 其實當初我看到它很想買 那是因為我覺得 哇這好漂亮喔 好像側隱喔 但是它是叫法蘭西玫瑰 可是我回來一查 哈哈哈哈 原來法蘭西玫瑰就是側隱 哈哈 真的很好笑 我本來還想說 欸 改天也來收一顆側隱 看看他們兩個有哪裡不同 結果 法蘭西玫瑰就是側隱 哈哈 兩者合二為一 我就不用再多收一顆了 好美啊 好美啊 你們有養側隱嗎 你們有養法蘭西玫瑰嗎 它現在是出狀態的樣子 你看它的葉片果凍黃 肥嘟嘟厚厚厚的 箱子非常美的紅邊邊 狀態真的是好美好美啊 我好喜歡喔 側邊看起來 特別的高雅 特別的美 欸 我看網路上這個漂亮的法蘭西玫瑰 它也有那種藍紫色的 那應該是不同環境養出來的 不一樣的狀態 那也有可能基因上的差別 像這種進口寒肉它都有優選過 所以應該是它現在這個樣子是最完美的 而且你看它現在還有一點小白根呢 這一顆法蘭西玫瑰 你們猜貴不貴 一點都不貴 它是120元 是不是超划算的啊 這個狀態好美喔 來幫它上個盆吧 我希望它在我這邊 依然可以展現它的美麗 就一直漂亮下去 然後側也是會裙生的 到最後就明年這個時候變成一大裙 那就真的是太棒了 法蘭西玫瑰 幫它挑選了這個盆 然後一樣在盆底加入放泡鏈時 當透水層 然後這大概5-60%顆粒的配土 把它放進去 之後再把鋪面都鋪好 那因為粉絲朋友建議我 乾脆都用赤玉土來鋪面 那我就整個全部都用赤玉土了 把配土放好之後 就把這個鋪面全部放下去 看全部都用這個赤玉土 顆粒有點大 然後中間呢 一樣放一撮小椰鮮 因為它已經有長小白根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做上去就行了 這樣這個法蘭西玫瑰就種好了 也就是徹飲喔 其實徹飲出狀態超美的 然後它那種焦艷玉滴的樣子 真的是非常美 如果養得好的話 它還會像果凍 果凍有一點半透明 挺好看的 超美的 其實我已經想買徹飲很久了 只是一直以來它都很貴 現在價錢稍微還可以接受 於是就入手了 法蘭西玫瑰就是徹飲喔 所以不要買到一樣的喔 今天這個漂亮的法蘭西玫瑰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囉 歡迎評論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喔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拜拜 好嗎